新北市淡水区郑德国中 透过市议员陈伟杰的协助争取经费 把学校的角力训练场地进行整修工程 目前已经完工,还举办了接牌仪式 未来将提供给角力队的选手们设备完善的训练场地 为了从小培育楼到角力选手 新北市淡水区郑德国中 日前透过市议员陈伟杰的协助经费争取之下 将学校的角力训练场地进行整修工程 而如今也都已经完工 让过去成绩都相当优秀的 真的国中角力对选手们 有一个完善的设备练习场地 而日前角力场也在议员的参与之下 进行接牌仪式 那也感谢我们中央教育部 和我们市府教育局 还有韦杰共同的努力呢 我们这一次呢 把我们这个角力场做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整理 那未来呢 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场馆的一个翻修翻新 我们的学员我们的同学 未来在更多的赛事当中呢 可以借由这个角力场的一个设立之后 好好的来琢磨练习自己的精进自己的记忆 未来在更多赛事可以夺得更加的一个成绩 为我们的正德国中 为我们大战争地区 为我们新北市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家机 议员表示 正德国中角力对过去成绩非常好 不仅是为教育部基优体育学校 最近一次的比赛当中 新北市113年中等学校运动会角力项目 更拿下了两金三银四铜的好成绩 而过去位于地下室的训练场地有许多问题 因此也向教育局等相关单位来争取经费 将其改善 那以往是用比较简陋的设备跟地电 那其实大雨一来的时候 还会有漏水的问题 也没有任何的房屋措施 那其实非常感谢新北市教育局 体育署 当然还有韦杰议员的大力奔走之下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地下室的角力场可以进行重建 那不论是在房屋的设施 训练设备 地电漏水工程 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那小孩子练习起来真的都是无后顾之忧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全中院的比赛 那也希望我们真的国中的角力队 可以替真的国中 替新北市练习出一个最棒的成绩 学校表示 过去角力场地因为设在地下室 为简易的地电铺设 没有任何的防护设备 而且墙壁存在长期漏水的安全问题 让教练与选手们训练上十分不方便 而这次感谢市议员的协助 积极与各相关单位来进行会堪沟通 最后也改善了并且新增许多设备 包括了角力店 防护柱 防护墙 训练吊挂梯以及漏水工程 进行全方位的翻新整修 期盼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们能够打下更好的运动成绩 记者去端一带水采访吧 的